11月份是地价税开征时间 缴纳期间在11月1号到11月30号 如果延迟缴纳会有支纳金 记得一定要在11月30号前缴纳 还有其他注意的事项 台东县政府税务局局长李肃琴 也亲自与大家说分明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 11月份是地价税开征期间 在这边台东县税务局有几件事情 要跟我们乡亲朋友们提醒 第一个缴纳期间是11月1号到11月30号 请大家记得收到税单在期间内准时缴纳 否则超过两天就会加增1%的支纳金 为了避免你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请记得11月30号之前 记得缴纳105年度的递家税 第二件事情是今年的地价税 适逢公告地价调整的期间 所以台东县的地价有调涨16.53% 那请你收到地价税单的时候 核对我们给你的后面的土地的明细 如果你的土地有超过10笔以上 那么我们的明细没有办法逐一列出来 就请洽我们地价税的柜台 那16.53%的调补在全省来讲是后段班的 是因为我们县长考虑到地方的发展有限 所以是调补来讲是全省来讲是算偏低的 那或许你会增加一点点的税额 可是这个在调补来讲全省来讲是算低的 第三点就是因为今年全省普遍调涨公告地价 所以原来在9月22号之前 符合自用住宅的这个特别税率的这个地价税的部分 原来的申请期间是9月22号之前 必须到我们税务局的这个单位来申请的 今年特别延长到11月30号之前都可以申请 所以如果各位相亲朋友 你在9月22号之前符合自用住宅的这个 这个迂惠税率的这个资格的 在收到税单之后一直到11月30号 你都可以到税务局来申请优惠税率 那所谓的自用住宅的迂惠税率是什么条件呢 就是你本人跟配偶还有未成年子女 你的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是你或你本人或配偶的 那户籍也在这个地方的 那在9月22号之前 就符合这个资格的就可以到我们本局来申请 那当然过了9月22号之后也可以申请 可是你的优惠税率是明年才适用 所以特别再强调一下 今年是很特别 因为全省普遍调账公告低价 所以在过去只能在9月22号之前申请 今年特别延长到11月30号仍然可以到税务局来申请 以上是特别的资讯跟我们相亲朋友们分享 那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下 记得11月30号之前准时缴纳105年度的递家税 相关的注意事项都可以洽询台东县税务局 期望给予民众便利的缴纳方式 并且有许多相关资讯都会亲切的来为您解答 东台宣传部发明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